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叫姻缘 然后她只好乖乖地在那边打坐 然后我就问她 你坐飞机回来好吗 她说师父 这个很难过 她说原来 隔壁老了是我过去式妈妈 这边是我过去式的太太 我就坐在中间 我说对啦这个叫姻缘 你能赶快跟她讲话 不好意思 一个妈妈一个太太 不然怎么会配在那边 这真是如此 所以凡事都有姻缘 坐在你左右的 都坐过你妈 赶快看一看 不能坐你那么近干嘛 所以我从太多的经验 坐在你前面 坐在你后面 不小心踢到她 路上跟你笑一下 有一次我去百货公司 然后那百货公司有一个法国 不是法国的 不知道哪一个 然后走到 那个笑得好美 我不是好色 我是觉得这个女孩子 她对我那个笑 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她笑得很自然 好像看到亲人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躲 我只是觉得 她怎么笑得这么庄严 这么可爱 很亲近 后来我就问一位打错了法师 她说你看到你太太 你不知道 我说我觉得很亲近 但我不知道是太太 怪不得她快 看我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这个叫缘 她是外国人 我是法人 根本不能就在电梯上碰到 这个叫缘分 无缘不会投 像我这一次去德国短期出家 他们叫我去住楼上 楼上有个老太太 我说不行 我是出家人 不能跟女孩子同一层楼睡 但是他们说 人家帮你把房间弄好 你就去睡一个晚上 不行 你在隔壁饭店去睡 至少睡一个晚上 勉强一下 因为那个老太太是功德主 整栋大楼她提供的 这样子吧 我就只好去睡了 结果那个老太太是谁 是我过去世的妈妈 跟姐姐 要走的时候 我还真想抱她一下 不是那个男女 我就是 就像儿子看到妈妈一样 我也知道我看到她 当我一上去看到她 我就知道 师父要不要搬 不用搬了 不用搬了 因为她经常远远地在地方 一直看着我 而且她很慈祥地看着我 看到儿子当然要这样 看不了要怎么看 只是她还在做德国人 她挪威 我还在做华人 后来我还把这个前世 请他们把我查出来 我是汉挪威的一个公爵 她是妈妈 所以我在那边有一点福报 所以我还可以在汉挪威 传十天的短期出家 而且一定要在那个房子 这个老妈妈现在每天很认真 一个德国人天天在画佛像 画唐卡 他整天的工作就是画佛像 画唐卡 所以他把他所有房子供养一位法师 让他们办佛教 那个法师也办得很好 在帮助很多地方 所以我这样知道 我替他很高兴 这个妈妈这么精进 在护持的三宝 虽然我已经出家了 过去我 原来我过去是德国人 后来我又去英国 不过我那辈子做了一件坏事 我天天在忏伪 因为我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做那个 有钱人 所以有一点外遇 那有外遇以后 我太太也有外遇 结果等我做更大的官 掉到英国的时候 我就下命令把他关起来 从28岁关到60岁死掉 然后不准他看他的一对儿女 因为报复 男人的报复 所以就把他关起来 然后他死之前写了一封信 诅咒我 我看到那封信就中风死了 诅咒成功 所以他这辈子都有来找我 然后准备以后再来找我 好好地报我的仇 那我已经把他挖出来了 所以我就天天给他回向 给他跪下来 对不起 给他天天供花 供花 消除我跟他之间的怨恨 他的名字我都倒背不留 倒背不留 不致他恨我 那位法师说 他妈妈也很恨你 因为女儿嫁给他 结果你把他关一辈子 他妈妈也不能看 儿女也不能看 他妈妈当然恨我 而且他妈妈现在 母子还在一起 他就说师父小心 哪一天有一对母女来帮助你 你小心 他这个帮助你 就准备害你的 因为所以燕青在主要报仇 一定先对你很好 不能怎么报 等你相信他了 然后他就可以害你的恩惨 当然我不能怕这个事情 我只能说 我一定要好好忏悔 是我自己的错 所以不懂佛法 去做一个有钱人 是很大的痛苦的 不懂佛法 去做一个有权力的人 那更是有伤害的 所以我就经常忏悔 当然我忏悔 我还会沾沾谱 现在有没有原谅我 有没有原谅我 我已经忏悔了 从那个时候知道到现在 至少一个月了 听说他有一点原谅我了 那我心情好像就 我跟你讲 后面有人在恨你 你心情不会好的 那现在好像就感觉到 那个恨不见了 因为佛法的力量 对不对 佛法的力量 可以让他觉得很欢喜 很快乐 他自然 虽然以前恨你 我还有一事 放火 放火烧死自己的太太 不是我亲自放的 只是别人要来救火的时候 我既然说 不要救 不要救 因为那位太太 为了吃醋 把我的小三活活杀死 让我很苦 所以那批人就放火 把他烧死 烧死的时候 我居然在那边 没关系 后来等我比较老了 忏悔 我知道我错了 我就把它供养 做一个牌位 立为一个很重要的名字 这样 我的好处 所以我为什么要读地藏经 读地藏经的人有宿命自通 我没有神通 这是 我有这个福报 我可以知道很多 我跟我爸爸 我跟我妈妈 我跟我哥哥 我跟我儿子 什么关系 我前世在哪里 我都大概知道 有时候我做梦会知道 有时候我直接知道 但是我这个知道的好处 所以我就很相信英国 我不敢得罪人 也不敢稍微去做一点坏事 别人伤害我 因为我在台湾有一位 有一位法师 后来还属 然后一直想办法再伤害我 组了一个很大的团体 在伤害我 我就觉得奇怪 我又没得罪他 很多信徒就很不满 后来我这个人 我也就问一个老和尚 我知道这个人 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他 但是真的很痛苦 因为我在做好事 他在障碍 我明明在做好事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本来要做国王的 你把人家干掉了 换你做 所以你们两个 以前就是学佛了 所以这个跑掉的人 他就出家了 因为他为了怕被你杀 他跑去出家了 那时候我做 我做 后来我死了 他才回来 那现在呢 他又来了 他就针对你 要你死 要破坏你 我知道以后 整个心态180度改变 各位这个很重要 你信英国以后 你就不会恨对方 原来是我虐待他 你不信英国 你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我对他这么好 我又没伤害他 他干嘛伤害我 后来我知道以后 本来人家要做国王的 我把他排斥掉 所以要我来做 那当然对方会恨我恨的要死 怪不得他现在 宁可让两个出家 然后他还俗来干我 这样 来找我麻烦 我天天跟他写牌位 还不够 天天用他的名字 就一直帮他修功德 然后各位要学我 跪着跟他拜 你晚上在房间 你要跪着跟他拜 跪着跟他拜 就像我替我妈妈超度 他的冤亲在主 我都写的牌位 你说我 我就跪着跟他磕头 我讲 这个很虔诚 佛力加持 可以感动对方 这个冤亲在主 就不忍心害你 跪着跟他忏悔 然后我知道他并不是 他以前是个爱护动物的人 他也会放生 他现在怎么会反对我 因为我让他改变 所以我就用他的名字 出很多钱去替他放生 然后替他硬放生的书 一点都不能恨他 老实说 今天有一个人住在美国 你在这边骂他 请问他知不知道 心里知道了 意识不知道了 他就知道你在骂他 今天你住在法国 有一个美国的朋友 一直想你 你知不知道 听说耳朵会一样 人有感应的 所以超越时间空间 这个因果 一百年前 五百年前 恨你的人还在恨你 爱你的人还在爱你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那我们随时刻刻要保持这个心态 对方爱你 你感谢他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办法跟你谈恋爱 像我这辈子来 我碰了多少个太太 天哪 我已经可以成立粉丝团 我已经61岁了 还有很多粉丝的 老师傅说 谁叫你 过去娶那么多太太 所以我师傅也说 你们以前都是干过小房地的 这个太太好色鬼一大堆 一大堆 但是这也是杜众生的方法 但是我就有这个 我有这个烦恼 但是我在这一点 我自己知道了 自己要虔诚忏悔 发怨 也不断地回向 所以我每次我都 每次法会 大部分的法会 我都会自己筛钱干嘛 花的钱我来出 所以因为他没有共同相 我想这个共花 这个共花 就回向给他 知道吧 回向给他 不欠感情债 因为不然的话 就算他们来 来听我讲佛法 听了老半天 只在欣赏我 哪有在听啊 听不下去呢 就像我 我现在 我这样讲也不太好 我现在太太也经常来看我 又不是来听佛法 她还在等下辈子 继续完成 未完成的 这样 这个叫女人 always 女人 所以各位就是一定要有空性 你有空性才可以超越这个 这个爱恨的执着 所以佛刚刚讲的很好 在辈子思维中空性 你没有空性 你没有空性就像一个会揽拙的连胶 什么东西一来就染在上面 知道吗 你就永远烦恼痛苦一大堆 如果你有空性 这些来了 掉了 因为它连不住 莲花一样 所以思维空性 这些业障就不会找你 所以一个人 像我现在洗毛巾 我睡酒店 我都不能洗酒店的毛巾 我一洗就会过敏 我一洗就会过敏 我们师父跟我说 你还没有真正正入空性 你不能洗 你洗前面的人的叶都在你身上 我有天啊 所以我刚刚去餐厅 还跟他们要那个 餐厅那个纸比较厚 我拿来洗脸 可以洗六七次 干了再带走 干了再带走 因为那种纸巾 你们在餐厅用那个纸巾比较厚 它很容易干 然后因为我跑来跑去 干了我就放在箱子 就坐飞机了 不然毛巾怎么办 又不能用当地的毛巾 因为没有空性 所以我今年11月要去美国 好好的打坐 我亲近一个老和尚 那我们大家都赞叹 他有空性 那我要正入空性 那一定要找那个 已经有空性的 然后我才知道 怎么去正入空性 虽然我们不断的慈悲 可以去做 但是因为没有空性 那你就跟着气数走 什么叫气数 就是你素氏的夜报 风水八字 你不能说风水八字 姓名笔画不准 那就是你的夜数 很准的 看你的姓名八字 很准的 但是你如果正入空性 这佛教很重要 无身法忍 或是从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物无身 那你正入空性 这些夜缘 它就染不上你 你知道 但它染不上你 魔就不会来障碍你 所以佛告诉我们 一定要经常 思维空性 乃至安住空性 金刚经的最重要 来 因无所住 对 你空性就是 你不会执着一切 空性就是说 这个好美 但我不会执着他 叫空性 了解吗 这个女孩子好漂亮 这个男人好帅 但是你不会爱上他 这样 这个人骂我骂得好惨 但我不会恨他 这个叫空性 空性就是 你看待一切 绝对平等 那如何达到空性呢 除了思维空性 就是不舍弃众生 我不能说 我只度这个 不度那个 我对谁都要平等 用平等来帮助 正入空性 所以各位 不要舍弃任何其他宗教 不要舍弃一个 路边一个贫穷人 你只要看到一个贫穷人 就算他是假的 反正他就是缺钱 他总比做小偷好 就给他一点钱 而且我很喜欢给纸钞 他眼睛就真大一点 刚刚早上来 十块 然后我就有机会 无名屠夫 他对和尚 他就种一个上梗 有些人给零钱 给他没关系 他就丢 不太尊重 各位多准备一些纸钞吧 他们很穷的 给一点 饭店一样 我们离开饭店 我都会给十块 二十块 那个行李员 哇 这个棉被可笑 折得很有力量 你要跟他结缘 因为住酒店 住三四天 他帮你天天整理棉被 这个一定做过你老婆 我不能还帮你折名被干嘛 一定做过你老婆的 不然怎么会碰到他 就像我们有一次去日本 我们两部车 然后这个司机呢 对我们的 然后我就问旁边一位发誓 司机是谁 师父 这个司机 这一部车的人 过去他做过爸爸 爸爸就是每天带小朋友 去学校上课的那个 所以爸爸对这批小孩非常很好 他现在还在照顾我们 他是爸爸 我就发动 小费给多一点 他真的从头到尾都很亲切 我已经知道了 原来每一部车的司机 特别大游览车 载我们十天 这次我们也 我们从很多国家 都载我们很久 这次我们来的车子 是从英国开过来的 因为他说这边没有巴士 不好租 而且我们人太多 对我们也很好 这些都是过去很深很深的缘 不然他不会做你的时机 所以我这样讲 还是叫 讲这个来 不舍众生 有缘者 皆该度 无缘者 多回向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所以我很喜欢去跑屋墓 这些都是有缘的 我以前跑屋墓比较有时间 我还会拿台湾的那个拔筷 在那边念那么久 这个人过去 有没有做过我亲戚 每一个都有 你只要站在那边 念久一点就跟你有 不然你站在那边干嘛 几千个屋墓 为什么你要站在那边 所以我也做过美国的军人 我也在欧洲做过军人 所以我每次到军人屋墓 我就会有感应 那所以 所以我每次去军人屋墓 我就会 我就会这样 念一下 来 解除军装 恢复百姓 同享功德 离苦升天 甕阿红 你要超度军人 军人没有解除军装 不能超度的 因为他还是个军人 他要遵守国家的法令 所以缅甸是佛教国家 今天 跟军人打仗 把对方给打死了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把对方衣服脱掉 有些人说你们这样不道德 你把他打死他 没有 打死是没办法 但是要让他超度 把他军装脱掉 所以在台湾就有很多地方 到晚上都还在超兵 因为台湾有整年的日本兵 还在一二一二一二 超度不了的 为什么 因为除非他上面的人 给他化除 解除军装 恢复百姓 然后你念佛给他 他可以超度 不然他不能自由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各位 佛教有很多很好的方法 这些方法 我们还必须要学 但是如果要帮助对方 有福报 超度 那么地藏王菩萨 所以念地藏经 有二十八种利益 十种利益 所以地藏菩萨叫财宝菩萨 发财 要不要发财 要 女人要不要长得漂亮 地藏经 地藏经告诉你 读地藏经 你转男生 如果你要做女人 那叫女宝 向好庄严 地藏经 因为地藏菩萨以前 就是一个女孩子 光木女 婆罗门女 而且地藏王菩萨 所以这里面 读地藏经的人 向好庄严 所以我们做地藏菩萨 一定要做得 很庄严 特别这一尊 各位 我们收集的这一尊 这一尊地藏菩萨 底下有很多鬼 他发光 在幽冥道 渡这些鬼道 地狱道 在帮助他 所以你读地藏经的时候 你就变成这尊 在对这些 六道苦的众生 无明 无明就是 日光灯再亮 都是黑暗的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佛法的智慧 地藏王菩萨代表光明 所以他手上那个珠 叫如意宝珠 发光了 随时的满众生院 他手上的习杖 干什么用呢 就是用真理打破 我执地狱 三二道打破了 所以他的习杖 代表三法印 四圣体 八正道 十二英言 中道十相 所以他叫习杖 出家人要拿着这个 真理的习杖 那以唯有真理的法 才可以打破地狱 无间地狱 然后左手满他的愿 愿众生 愿升天的升天 愿有福报的福报 那你念地藏经的时候 你要观想 你变成地藏菩萨 那念地藏经的时候 变成说 地藏王菩萨 透过你的嘴巴 在说法 所以记住 当你念地藏经的时候 是谁在念地藏经 地藏菩萨 不是你啊 不是你 记住这个观念 那个时候 你的舌头变地藏菩萨 为什么说念经功德很大 如果你为了利益众生 你的舌头就变成 那个佛菩萨的舌头 你的声音就变成 佛菩萨的声音 当你在念 欧玛丽贝美奉的时候 不是你在念 是观音菩萨在念 欧玛丽贝美奉 当你有悲心在念 欧玛丽贝美奉 看着对方的时候 你的眼睛变观音菩萨的眼睛 在看的众生苦 在听的众生苦 你的手变观音菩萨的手 想要去帮助众生 你的心最重要 变成观音菩萨的心 欧玛丽贝美奉 那你要这样的去念 观音菩萨 念欧玛丽贝美奉 要一直这样练习 所以你会念的 不想打瞌睡 念的不想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帮助别人 所以我很喜欢坐飞机 我在飞机上 我就会一直念 坐了一个钟头的观音菩萨 坐了一个钟头的地藏菩萨 坐了一个钟头的奥弥陀佛 因为时间有 然后那地藏菩萨在做什么 那观音菩萨在做什么 那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 而且不是用古时候的方法 各位 现今的时代要有 现今时代的方法 去度众生 去救苦救难 所以你边念的时候 要边想 但是这个经典是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叫我们 怎么去救众生 然后再加上现今时代 这个叫方便 方便波罗蜜 以现代的方法 加上地藏王菩萨的本愿 这个动机 那怎么去帮助众生 而不是说 我把地藏菩萨念了一千遍 但是你没有在做地藏王菩萨的行为 那好可惜 我念阿弥陀佛 你念十万遍 每天念十万遍 但是你没有跟阿弥陀佛 念一下 同心 同愿 同行 这个最重要 一心念佛是我们 整个生命叫身口意 变成阿弥陀佛 以阿弥陀佛的身口意 去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在往生排位面前 念地藏经 那我们 假设有一百个人 就有一百尊的地藏王菩萨 在救度他们 怎么可能救不起来 这个就是他们隔西 在上面修仪轨 修仪轨就是菩提心的戒律 现在在修药师佛 所以他们三位 在观想后面三千八百位 都变成药师佛 等一下修绿度母的消灾 他们就变成绿度母 然后从供养绿度母 观想绿度母 变成绿度母 然后以绿度母的悲愿 去帮助别人 最后回向 所以 这个佛教的仪轨很重要 所以你念大悲咒 你要变成观世音菩萨 你念地藏经 那各位 如果你这样去念 那就叫地藏三昧 那你那个时候 你读地藏经 你会觉得 太殊胜了 太有感应了 但是也不能偏 不能说 那我读地藏经 其他都不要读 错了 今天碰到某人 你要念药师经 碰到这个事情 你要念阿弥陀经 碰到那个事情 你要念金刚经 特别各位现在在 我们刚刚讲了 思维空性 不舍众生 你才不会魔障 那为了如此 各位一定要多读 心经 金刚经 六祖坛经 按照 缘起信空 去分析 世间的一切 波罗波罗蜜 所以这个波罗波罗蜜 那你要得到这个智慧 你必须有禅定做基础 禅定波罗蜜 那你要能够入定 有智慧 能够断烦恼 利益众生 那你要慈戒做基础 慈戒是什么 在大乘佛教 念一下 不失 慈戒 忍辱 精进 这合起来呢 叫慈戒 我们叫戒定慧 所以菩萨道 你看到众生苦 你不帮助他犯戒 所以你要不失 众生伤害你 你反击 生气 那你不行 所以你要慈戒叫忍辱波罗蜜 而且你要很努力的 不退转的去度众生 所以叫精进波罗蜜 所以而且你要守各种的戒律 连帮度众生对你来讲也是戒律 念一下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那这个就是菩萨的戒律 你要断耳修善 广度众生 而且呢 那你能够有这个戒 而且你要修禅定 这个禅定是什么意思 不是光打坐 念一下 大悲不退转 大悲无量 所以各位你在家里念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我在路上 那你这个是在修禅定 不是念声音 而是你要变成 念一个地藏菩萨 变成一个地藏王菩萨的化身 去帮众生地藏菩萨 就是你要开始帮忙 帮忙那家店 帮忙那个人 帮忙那个医院 你只要走过的 再念一次 不舍众生 等一下各位下课 从这边走到你坐车的地方 会碰到法国人 会碰到土耳其人 会碰到黑人 会碰到华人 会看到日本店 会碰到韩国店 你都要回向给他们 你不能说跟我无关 反正我是华人 我不要走到韩国店去 我是佛教徒 不要走到基督教堂去 那你就舍弃众生 你舍弃众生 等一下你肚子可能就不舒服了 魔就来找你 你会魔障 因为你发愿要度众生的 你发愿要学地藏菩萨 所以你就不能舍弃他 所以你一路走过去 碰到所有人事物都跟你有关系 就像你在路边走 看到你的祖母 你一定会跑过去的 对不对 你看到你的小baby在那边玩 你赶快过去的怕他跌倒 那你要对每一个人都生起这个责任 感受到他的苦 对他的悲心跟承担 在他身上发怨 那这样忙不忙 那可忙了 所以佛陀说 坐着念佛跟行走念佛 行走念佛的工作超过于 坐着念佛百千万倍 这行走意思 就是你要在六道里面去走动 你要走入人群 走入道场 走入医院 走入屠宰场 走入受苦的地方 去念佛 因为你不能舍弃众生 你要把佛号布施给对方 那我想各位来到巴黎 这是一个汇集世界各国的很多人潮 观光人潮 所以你就要跑到人最多的地方 不要带钱 反正人家不会 就不会讲 然后在那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家在那边拿个标语 你就拿这一支全部人就会看你了 对不对 你要做观音菩萨 一边还喷水 我真想做那个香烟 变成我们的烟共香 现在还有那个什么 吸烟就 那你就到人很多的地方 在那边念佛 事实上你用观想也可以 如果你不敢这样做 你坐在那边就我变成地藏菩萨 我拿着西藏 所以我的意思是 各位你要这样扮演自己 你念大悲咒 你要观想 你变成大悲观音菩萨 每一支手 拿着满众生愿的各种需要 然后一千个眼睛 一千死在忙着帮助他们 不管你是哪一国人 高矮胖瘦大人小孩 我都在帮助你 因为你在念大悲咒 大悲咒是要去救他 不可能说一个医生 手上拿着针 拿着手术刀念大悲咒 我才不帮你开刀 帮他开刀是医生该做的 但是你要有大悲咒的心 这样子的 然后有观音菩萨的语言 安慰他 对不对 有大悲观音菩萨的行为 真实解除他身上的痛苦 好 所以我们来念一下 甘露诗诗仪轨 各位拿一下课颂本 请先翻到102页 我特别要各位翻到这边 是因为各位一定要至少每个月两天的早上 你在特别是初一十五拜完佛以后 把这24护法诸天名字念一遍就好了 然后你就作为一些供养花水果 那护法诸天呢 他就是在帮助所有的人 因为他答应佛陀了 只要有人在修正法 是三宝弟子 想要帮助众生 护法诸天有那个责任来帮助你 比如说你口才不好 你礼拜大变财天 他会让你会讲话 怎么去做生意 比如说你钱不够 然后大功德天 他就负责拿钱来帮助你 所以第一个叫大饭天 就是各位在看的上帝 四大天王叫大饭天 第二个第四天 玉皇大帝 后面就是四大天王 那特别多文天王 叫财宝天王 你只要有在念经 他一定想办法让你有福报 不缺钱 你好好念 千万不要念念 我要去上班 你最好不要上班 天天念 因为他给你钱 意思吗 所以各位你不要太怕 没钱怎么办 天上的一块小泥土 整个地球所有黄金 像佛教有一位西瓦里尊者 泰国人缅甸人很喜欢拜 他走到哪里 所有的天神 都把天上的黄金珠宝 食物天天供养他 这样 所以泰国人 他们一定有一尊 站着哪个雨伞 叫福德地西瓦里 这是因为他过去 是帮助穷人 供养三宝 所以护法诸天 知道他福报很大 护法诸天 故意要去供养他 因为护法诸天 供养他 护法诸天会升更高的天 会很有福报 所以各位如果你今天你有收戒律了 你把它收好 每一个戒律都有很多护法 如果你是发愿进未来去成佛不杀身 哇那个护法太多了 你本来要开刀了都可以过关 你本来要怎么样都可以过关 因为你已经决心 从今天一直到成佛不杀身 各位还在救护生命等等 所以这二十四护法诸天 譬如第七个日宫天王太阳 那天我们去火墓区 昨天是吧 哇那个太阳好美 如果他们有相片给你看 太阳宫叫日宫天王 那再来月宫天王 每个月十五各位最好拿一枝香 一朵花点一个灯 供养月宫天王 他负责不生病老人平安 小孩子就属于柔软面的那一边 叫月宫天王 他们有责任的 他们有责任的 金刚秘基 他动作很快 像隐形人一样 保护你 摩西所罗天 那是最高的 我们叫阿拉 印度教叫 印度教叫 斯波神 摩西所罗天 是最高的 最高的 所以他认为他最高 他叫唯一真神 摩西所罗 所以是第二十四天的天地 所以他也叫什么 破坏神 破坏神 他力量很大 那后面 扇子大将 也是在用他的 就像亨哈厄将 这样守护三宝 大便才天 女孩子要长得漂亮 声音好听 所以他也叫美音天 相好庄严 口才好 讲话好听 大便才天 唯陀天将 各位知道 监牢地神 各位要拜 地上王菩萨最大的护法 整个地球 土地世界 也是他管的 所以监牢地神 也有一个修法 但是你现在不会修法 没关系 他们说 只要你尊敬我 不是归于他 尊敬他 供养他 但是这些护法 他不会主动找你 但是只要你找他 这是他发的愿 现在我要买一个土地 现在要盖大房子 监牢地神加持 我现在要卖一个房子 监牢地神加持 菩提树神 各位知道菩提树 所以斯里兰卡人都会拜 欢喜母 这个跟各位有关系 念一下 照顾胎儿 照顾女人 消除病苦 如果你生小孩子 台湾人这个叫床母 让小孩子在这个床上 不会受伤死亡跌倒 照顾小孩 照顾到16岁 也叫鬼子母 欢喜母神 再来 欢喜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助生娘娘 他皮肤永远像粉红色的 16岁一样 他永远不会老 所以女人要漂亮 要多拜一下 欢喜母 然后呢 生病 你家里有老人生病 那你要 特别是三宝弟子 你要在初一十五 或是生病的时候 中午哪一碗饭 素食的 放在床 那边可以 床的床头 或是你有佛堂 你就供在佛堂 写个红色牌位 欢喜母 这样 然后你可以求不生病 求不生病 求夫妻好 求小孩子平安 乃至你要生小孩 那我们现在那些流产胎儿 都是欢喜母在照顾 欢喜母照顾这些流产胎儿 带他们离苦 这样 所以欢喜母照顾 魔力之天 那就是我们的斗母 各位要拜斗 拜斗 对不对 一个人犯太岁 你要念 供养魔力之天 龙王 说极如龙王 所以各位只要有河有海 那龙王是财神 权力 权力高 金钱多 特别生意人 那各位你要拜龙王 就念他的名字 那平常怎么拜 就拿一点水 放几个花 倒在河里面就可以 如果你更加想要发财 水里面加一点牛奶 牛奶 摆一些花 倒在河里面 供养龙王 阎魔王 那各位知道了 管生死的 大功德尊天 这也是佛教每天在念的 善女天咒 他代表 成就众是第一功德 很有钱 很有福报 做生意的人 要拜这个大功德尊天 甚至我们佛教 把功德大功德尊天 代表所有二十四护法诸天 就念他这个众 指挥大帝 这是我们道教的 他是道教而成为 大福教的护法神 东御大帝 吉纳罗王天 吉纳罗王 大圣吉纳罗王 是代表火神 火神 雷神天 当然风神 雨神 雷神 有些细分 然后你跟他结缘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贡品 那以后各位 你在家里 出一十五 至少拜一下 或是你要去买个房子 做个什么大生意 反正 你就每一个都念一次 还是说特别你要求小孩子 求土地的问题 那你就另外念 但是大家都知道了 好 希望各位每天 把这个二十四页到三十三页 能够念一遍 因为功德太大 所以佛陀说 你能够布施一点点米 给一些流浪动物和孤魂野鬼 超过于供养诸佛菩萨 所有的功德 因为慈悲的功德 大过于供养诸佛的功德 那我想你要天天去慈悲 不太容易 但是私食就简单 容易做 水也好 米也好 烟供也好 点个香也好 然后最好 像我们每天是做三次 为什么各位 你每天要吃三餐 吃三餐你就要上供 所以跟我念一下 大概这个意思 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神 供养六道 供养父母祖先 就算你是吃荤的 至少那个饭是素的 对不对 然后就拿来供养 跟我这样念以后 每天至少三次 然后就拿一点点米 或是一个饭 一条面用个瓶盖 放在里面 或是拿到外面的树下 不是 特别你开店的人 经常这样做 住家更要这样做 住家平安 所以各位念 来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善神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流产太儿 供养一切众生 然后你就拿 你的一点点面菜 拿去外面放 这样 那你每天都在供养 当然你有福报 多点一只香 或水 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 家里经常这样做 那你家里有很大的福报 请各位翻到 那个 燕供功德 那做燕供跟做事实 都同样的 我们在念大的字就好 58页 下回如果因缘成熟 我们就寄多一点 燕供香来 寄到我们 慈悲协会历历那边 各位再过去拿 好不好 你们负责点就好了 对不对 那个不是太贵 现在是邮寄费的问题 那我就 每天至少点一根 三天 三餐就点三根 对不对 然后当然 看你的情况 你住在楼上也可以点 它那个燕供香 你什么地方都可以点 反正风一吹 味道出去就好了 如果真的没有燕供香 那你就用瓦斯炉 煮一碗牛奶 然后加一点食物 是很香 他们就是要那个味道 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你没有药粉 那你的中药 一点点让它煮煮煮煮 那个烟冒出来 那就是药供 所以有食物的香味也可以 甚至各位你在那边 你总要炒菜吧 嗯啊嗯啊嗯的 那个菜的味道 布食出去 当然如果你煮煤的 那你只要先超度它 嗯啊 比较 呵呵 或是念个药师咒 希望这些肉超度 因为你不是要布食它 你是要布食那个味道而已 煮菜的味道 味道透过你的吹风 吸风孔 然后抽风机出去 包括各位你在洗碗 那洗碗里面也有油 对你来讲 对众生来讲很重要的 你就洗的时候 这些布施给他们 还有一点各位要做 你家的马桶 每天拿三颗饭或三颗米 咚丢下去 然后滴几滴水 因为佛经里面 厕所里面有厕所大小鹰鬼 他们只能吃厕所的味道 吸它的味道 只能这个其他都不行 山珍海味都不行 那所以你就在马桶里面 丢三颗米 或是三颗饭 一条面 然后一点点水 先把它冲掉 然后就说 哇 今天这些大小鹰众生 吃到的是这么美的 不是大便 然后你观想 所有这一区的 这社区的大小鹰众生 都得到 哄哄哄哄冲下去 给他念个佛 你要发现以后 你上厕所是个享受 是个快乐 因为这也都是佛教规定了 我们出家人 这些都规定要念的 那因为是为什么 你要不舍弃众生 现在各位听到了 今天三宝你就会拜 护法神你也要拜 好不好 你不能舍弃他 护法神虽然不是佛 但是他对你影响力很大 那我们对护法神要供养 对三宝我们是归供养 对六道众生是慈悲 对父母祖先是还债 那你就不舍弃众生 而且做了以后 不执着叫空性 你要思维吧 一切都是幻化存在 就像今天法会 一开始就准备结束了 对不对 这个一定会过去的 只是现在人不承认结束 没有 我还跟你还没有结束 你不要离开我 然后就很痛苦 所以因为这些都会结束的 不要太执着了 痛苦快乐都一样 好 十种功德 念一下 一 帮助鬼道与非人 二 解除怨敌 三 清静恶业 四 健康长寿 五 富贵安乐 六 处所吉祥 翻过来 七 天荣地奇拥护 八 素获功德 九 九 可满所愿 十 素正佛果 那时间的关系细节的部分各位自己念 你要健康 你要发财 你要满怨 你要素成佛道 就必须不断的死死 焉供 我要供 我水 事实上都一样 只要慈悲了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这十种功德 后面五十六十二页 佛陀在甘露味经又特别跟我们讲 那如果各位拿一点点食物面包念个便食咒 去布施 得到这二十种功德 那因为你念过咒的 如果你不会念至少 咒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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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 再来就咒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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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拿去试试 所以各位盒里面面包 草里面丢一些 灭 撒一些水 太重要了 就有这二十种功德 我们就不用练了 那各位就自己看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缝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 颜嘉贤 如果您与COVID-19 确诊个案 曾有密切接触 请先留在家中 自我隔离 等候卫生单位通知 除非有立即就医需求 请不要离开住所 在家中 请单独一人一试 避免与其他同住者 接触或共用胃浴 请佩戴口罩 和注意手部卫生 并使用稀释后的 漂白水或酒精 清洁经常触摸的物体表面 如果您不是须居家隔离之密切接触者 请自我健康监测14天 若出现以下症状 请联系119 卫生局或1922 医指示就医或筛检 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并请主动告知可能的接触史 指挥中心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詹塔共有29个石窟 每个石窟的大小不一 最大可达130多公尺 一般为方形 走进阿詹塔石窟 石窟内部装饰差别很大 有的简单 有的复礼 有的带有门廊 每个石窟都有一个厅堂 在早期佛教时期的洞窟里 不一定有佛堪 因为此时洞窟主要用于居住和集会 后期 佛堪常见于后墙 一般素有说法像的佛像 在最近期的洞窟里 两侧的墙上 门往上 潜艇也出现了佛像 此外 洞窟的正面一般都装饰有雕刻 内墙和天花板则装饰着壁画 来来来来 来一个 阿詹塔石窟的雕刻品 可分为佛教造像与装饰艺术二种 早期的作品由于风化残损 已经很难辨认 到了中期 雕刻艺术更趋成熟 晚期则达到十分精美的程度 因而创造出许多优秀作品 在二十九个石窟中 有些石窟保存非常完善 让前来朝圣的佛弟子们 皆震撼不已 一只餐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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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有冻 所以有冻利喔 一只餐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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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阿瞻塔石窟 第十九窟 窟门外壁面及庭院侧壁 有大量的浮雕装饰 比前期石窟更为精致 除佛像外 亦雕有大量天神 其中 以前亭右臂之龙王和龙妃 及肢体窗两侧只要叉最引人注目 门柱旁二项刊 分别刻画燃灯佛授记和师徒供养的题材 吐出不失功德的主题 雕像云整的罗列于石柱 飞檐避堪各处 体现当时高超的建筑雕刻艺术 第十九号窟 亦有宝石窟之称 窟顶仿木结构雕刻 富丽堂皇 庄严壮观 第十九窟 是阿瞻塔的肢体窟 后方的苏堂波基座正面摄看 内雕立佛像 大厅和侧廊间的列柱柱身 柱头及枯顶横梁 遭有许多佛看 柱头为仿斗拱式 与上方之两方立面 均是做佛 立佛及飞天等浮雕造像 呈现诸佛共聚一堂的 庄与上方之一的庄严景象 中央佛大 依赖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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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有些原理售 莱用 祝赖佛大 祝赖佛大 宝贝赖佛大 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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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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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